好,开始 三峡恩主公医院在101年推动偏乡儿童早期疗愈计划 在三峡山区与公立幼儿园合作 每学期都有医师进行认知与行为筛检 透过医疗团队的合作 希望能早期发现儿童过动或语言行为发展等迟缓的症状 进行认知与行为治疗的协助 让孩子不错过6岁以前的黄金治疗期 从刚开始这样家长可能就是完全是一个无头的苍蝇 或者说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或者说当地的一些比如说 国小的一些就是幼儿园的一些老师们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小朋友 那我们因为整个专业团队介入以后 让他这个小朋友能够慢慢在一个正轨上 然后持续的发展进步 我觉得这是蛮高兴的 山上又是那种真的看上去风景都很好这样 虽然累一点可是有时候忙完以后 看到那风景很好就觉得也是心情也是蛮好的 简单的从大肢体动作训练 学习搬玩具到细部的肢体协调 例如拼图握笔等 运用简单贴贴纸 让孩子知道要轮流等待 这样的方式对过动的孩子而言 不仅协助认知发展更可以增进专注力与细部肢体协调 每个礼拜两天上山为孩子进行医疗辅助的职能治疗师高玉昕 五年以来一直在偏乡团队中服务 虽然辛苦但从孩子身上他学到更多 互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无形当中吸收到很多在医院是获得不到的资讯 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 还有在学校的表现 在团体中的表现 跟我单独刚刚到他的情况 其实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等于说可以连接到 家庭学校跟孩子本身 这样子三角形的关系 那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在医院是完全 可以说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获得这些资讯 在这样子学校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功能上的进步 比如说我一直训练他的系动作 我一直训练他的认知 最后会看到老师会回馈给我们的事 小朋友本来不会自己穿衣服穿鞋子 结果最后他会了 在志光的协助下 让治疗师不会手忙脚乱 孩子也可以在更好的环境下学习 我在这里应该是两三年了 那为什么会一直会想说还继续下去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高老师的热忱 然后看到小孩子的成长 然后每天都好快乐 有这一群医师治疗师与志工 专业的医疗团队无私付出 让偏向孩童也能享有平等的医疗资源 顺利成长 数位天空新闻三峡报导 都不认得 因为妈妈 都不认得